接眼第三帝国的兴亡 上回书我给各位说到 希特勒如愿以偿 坐在了德国总理的宝座上 可是有那句话你别忘了 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区区一个德国总理 岂能满足希特勒的野心 同时希特勒也明白 德国总理这个位置其实并不稳固 你比如说在他之前好几任总理 屁股还没坐热呢 总理这大印没拿几天呢 甚至总理这签名都没练熟呢 一脚就被踢下台 希特勒自然呢 不想重蹈覆辙 所谓前撤之剑呢 他是看在眼里的 他也不喜欢总有人在他耳边 叨叨叨叨叨叨 天天说三道四 对希特勒来说 什么民主那是扯 独裁才是最好的 最好是纳粹一党独裁 至于民主制度议会选举 那都是扯淡 他根本不想要 他想要的是什么呢 他想要建立一个第三帝国 咱们这本书叫第三帝国的兴亡 那么有三必有一二 这个事啊 我得给您呢 说两嘴 在德国历史上 公元962年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 叫做第一帝国 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 那个是第二帝国 那么希特勒呢 打算让自己的国家变成第三帝国 这也是纳粹德国被称为第三帝国的由来 也是咱们这本书的书名的由来 那么希特勒要想建立一个帝国 那就得搞政治独裁 必须得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 叫做合法性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哪 你现在有这个实力 你牛 你老大 横是你在政治上 不能赤裸裸的耍流氓吧 政客要想耍点流氓 总得批上合法的外衣吧 纳粹虽然是议会第一大党 但是他没有占到绝对多数的席位 有一个绊脚石不可忽视 德国共产党 德国共产党在议会里的势力 是不容小看的 这么一来 希特勒就决定 拿共产党开刀 要搬开这个绊脚石 那怎么搬呢 总得有借口吧 1933年2月 希特勒应来 怎么应来呢 他的忠实走狗叫戈林 领会希特勒的意思 率领手下的暴徒 无非也就是冲锋队 查抄德国共产党办事处 本来想连党员带党手 一网打尽 结果扑了个空 一个人没有 只找到一些小册子 戈林就说 你看 咱们就拿这小册子 搭做文章 证明德国共产党要搞政变 可是你这种说法呀 忽悠这些议员好使 忽悠老百姓啊 忽悠不动 为啥呢 老百姓不管你政变不政变 我的要求就是过我的小日子 过我的生活 我不管谁上台 你给我一口饱饭吃 给我一份职业 我能养家糊口 我日子很稳定 那我就支持你 所以他就不足以煽动德国民众 对共产党的这个仇恨 天无绝人之路啊 想睡觉送枕头 送枕头这人叫什么呢 叫卢伯 这卢伯呀 是荷兰共产党的当元 这人呢 多多少少有点二 神经有点错乱 有点疯疯癫癫癫的 这卢伯呀 他有一个特殊的嗜好 他对火呀 情有独钟 不知道是不是火德真君下凡 带着三位真火来的 他天天没事就来玩火 估计自己家里边 已经被他烧得家徒四壁了 跑德国来喝酒来了 说这么一天 卢伯呀 在酒吧里喝的五米三道的 走路都打会 胡说八道 在那吹 你喝多的人他都这样 喝个一两杯呀 看谁都是亲儿子 逮谁骂谁 喝个三四杯 看谁都是亲兄弟 拍肩膀 搂拨抱腰 甚至跟你亲嘴 不管是男的女的 上去就亲 喝到五六杯 看谁都是爷爷 跪地下就跟你磕头 不磕头 你才不愿意 你看这人 所以酒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哥们啊 就喝到一两杯的时候 看谁都是儿子 说你们都不行 你们都是SB 你看看老哥五啊 咱干的叫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烧了好几个政府大楼了 那火全是我放的 放火对我来说 手拿把掐呀 我下一个就要烧国会大厦 我要把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给你们点了 咱们暖和暖和 咱们吃个串就有地儿烧烤了 这话三船两船 就让纳粹的人给听过去了 这简直是郑重下怀 刚才我说啥来着 想睡觉来枕头 接着就有人 窜的卢伯 当然这人不用问 肯定是纳粹党的成员 说老哥 你也别在这比比华华 喝两杯 你催什么催呀 你前面放那几场火 我们都没见着 有本事你这么的 你不是要烧国会大厦吗 你烧去 你烧一个给我们看看 你干一个给我们瞧瞧 没那本事 别在这瞎吹 没那三两三 你就别敢上两山 没那挖完肠子 你就别吞镰刀头子 没有那金刚钻 你就烧烂点了 吃些活 卢伯是酒精作祟 一拍桌子 一敲大腿 一咬后槽牙 一跺脚后跟 什么玩意儿 我不敢烧 我现在烧给你看看 晃晃悠悠一个醉汉 把外套脱下来 拿打火机点着了 各位啊 国会大厦再怎么不金烧 他也不至于一个外套 就能点着吧 哎 这卢伯呀 拎着这着火的衬衫 晃晃悠悠啊 就奔国会大厦来了 这罪鬼走到国会大厦门口 左手一轮 我去你呢 这着火的衬衫 就奔着国会大楼去了 大家都知道 这你别说国会大厦 一般的民宅 一个衬衫 你都点不着 外边是啥呢 钢筋水泥的 那玩意儿 根本就不能点着 可是让卢伯万万 闷想到的是 这颤衫带着火 刚沾到国会大厦外墙上 啵 好家伙 火光冲天呢 那外说怎么回事呢 卢伯真带三位真火 去烧的国会大厦吗 不是 纳粹党在背后使坏呢 卢伯往国会大厦走 这个时间 纳粹党围着国会大厦 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都给泼上汽油了 那钢筋水泥沾火能着吗 汽油不一样 沾火就着 瞬间整个国会大厦火光冲天呢 火也起来了 这卢伯酒也醒了 你想 胆再大的人都给吓傻了 卢伯也不是那个神仙呢 他也是普通人 喝多了野兔挨打野疼啊 这衬衫扔出去火光瞬间冲天 卢伯捏呆呆愣愣在现场发愣 心话的我炼成了 我有特异功能 出了一身透汗 这酒就给吓醒了 正在这傻着呢 过了几个人 妈肩头拢二倍 四马倒船蹄 就把卢伯给摁到地上 五花大绑 卢伯这会儿只能给粽子代言 为啥捆得跟个粽子似的 好小子 你把国会大厦一把火给点着了 你胆子得多大 你能耐得多大 就这么着 卢伯当了替罪的高扬了 这就是著名的国会大厦纵缓 就这个时候 希特勒跳出来了 他可得了瘾了 唾沫横飞再次施展他演说的天才 他就说 你看见没有 共产党有好玩意吗 这就是共产党的阴谋 这卢伯只不过是个马前卒 这只是刚开始 接下来共产党要干什么 你们不知道吧 他今天赶烧国会大厦 我们缴获共产党的这份秘密计划了 全德国都让共产党得烧了 光烧还不算 杀掉妇女儿童 共产党不是好东西 共产共妻 他们要打土豪分田地 这怎么能行呢 咱们那钱全得为他们收去 这哪是共产党 就是一帮强盗 好家伙 这通臭白话 德国民众不明真相 各位即便知道真相 也是极少数的人 大多数德国群众还是光吃瓜的 随即惊恐万分 纳粹流氓在德国各处搜捕共产党人 取缔查禁共产党的报刊杂志 前前后后四千多人被捕 共产党的活动被全面禁止 说起来这里边还有个小插曲 这德国纳粹流氓不是在全国搜捕共产党人吗 当时著名的共产国际领袖 保加利亚人纪米特洛夫 这个咱们中国很多朋友都熟悉 刚好就在德国 结果呀 吃了挂闹了 被纳粹一并给抓走了 抓走没多少时间 就给无罪释放了 为什么呢 纪米特洛夫啊 那财思敏捷 口才过人 在法庭上一连串犀利的提问 搞得这审判他的纳粹头子 戈林十分难看 戈林啊 他山阴风点鬼火行 他背后使坏行 面对面的正经的辩论 再加上纪米特洛夫有理呀 有理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啊 他不能当着法庭上 就开始撒破大鬼耍流氓吧 被纪米特洛夫一顿连猪炮似的提问 整得戈林是哑口无言 恼羞成怒 戈林对着纪米特洛夫破口大骂呀 你个喊嘎惨 你个鲍嘎 你个这个那个 反正他能想到的脏话全都骂出来了 骂的那叫一个脏刀牙 流氓都不好意思听 骂的纳粹流氓都脸红 最后骂呀骂了 哎呀 说也说了 得了 把他给放了吧 希特勒一听 纪米特洛夫安然无恙 哎呦 我天哪 到嘴边的鸭子让他给飞了 煮熟的烧鹅让他给跑了 气急败坏 拿这个纵火犯卢伯撒气 倒霉的卢伯被判绞刑 活生生的给吊死了 此外呢 趁着这股德国民众对共产党的仇恨的风头上 希特勒轻而易举的废除了宪法当中 有关人身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的一切条款 那希特勒说啥呢 说你看 什么言论自由 共产党这不就占这便宜吗 咱别留下这漏洞 什么出版结社 咱哪能随便乱来呢 得有审核呀 万一你让他随便来 他底下再一串脸 再整出事怎么办 哎 反正一通忽悠 把德国老百姓啊 给忽悠懵了 取缔共产党之后 国会空出了一百来个席位 不过新的选举结果啊 还是让希特勒不满意 毕竟纳粹并没有拿到绝对多数的席位 可是呢 有点补救 什么补救呢 纳粹党有个走狗党 叫做民族党 哎 民族党也在议会里占有一定席位 这人数上也够 哎 也能由这这希特勒随便折腾 就这么着 国会很快通过了一项授权法 授什么权 给了希特勒四年之内全部的立法权 换句话说 希特勒现在的权力凌驾于宪法之上 他可以随便立法 只要他愿意 他说咋就咋 四年之内 他想咋就咋 哪怕违反宪法 都没人能管他 希特勒得到这个授权法之后 干的第一件事 解散议会 什么议会 烂七八糟 把这帮议员赶到一个各剧院 这希特勒啊 对他们滔滔不绝 说了半天 说半天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呐不用操那份心了 多累呀 哎呀我看你们受累呀 我心疼啊 我希特勒出来吧 我勇于担当 你们这么的 老哥几个 你们呐都把权力交给我 你们呐天天喝啤酒 吃花生豆 嘎吱嘎吱嚼 嚼平糖 挺好的 我帮你们操这些钱呢 你放心 哥们也不是那小气的人 白不了你们 该给多少钱 我加倍给 你当这帮议员都傻吗 能从政的有几个是二货呀 当然有人站出来反对 结果刚有人站出来反对 希特勒暴跳如雷 破口大骂 直到这个时候 议员们才看清楚 希特勒的真实嘴脸 可是一切都悔之万矣啊 显然呢 德国的议会民主制 就此走到了终点 因为他们把宪法的权力 都送给了希特勒 虽然后来议会还有 但是呢 议会当中的所有议员 都是纳粹党精心挑选出来的 要么是纳粹党的党员 要么就是纳粹的走狗 议会俨然成了希特勒的传话筒 成了装潢门面的摆设 这个时候 希特勒如愿以偿 成为了大独裁者 既没有议会的约束 更没有总统的干涉 那位说总统哪去了呢 哎你别提了 那老家伙呀 星登堡元帅 已经活不了几天了 垂垂老矣 那么大岁数一个老头 土埋半截子 油尽灯枯了 自然拿他没辙 那么希特勒接下来做的 就是实践当年 他在破落酒吧 混日子的时候 那个梦想 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实现德国的联邦制 过去呢 由于历史的原因呢 统一的德国下边 分为几个联邦 每个联邦政府呢 有一定的独立的权利 你比如说前文书 咱给各位说的 巴伐利亚为啥能率先说 我要脱离德国呢 我要脱离德意志呢 哎 因为他自己手里边有权力 我自己手里养着军队 养着警察 一切的一切 这块地方是我地盘 你多输的时候 你管不着我 我只是名义上 拜你为老大 而这个传统 一直保留到希特勒上台 而希特勒 用了一个所谓的 国家重宪法 把各个联邦的独立性 给取消了 国家大权 全部集中在 柏林的中央政府 也就是希特勒手里 就这样 仅仅一年的时间 希特勒就完成了 连铁血宰相比斯曼 都没有完成的事 实际上 这个国家重建法的出台 不过是希特勒 装点门面的玩意儿 为啥呢 因为早在1933年的3月 在纳粹老巢巴伐利亚 冲锋队就赶跑了政府官员 堂而皇之的建立起了政府 在巴伐利亚的领导之下 纳粹从柏林派出大批的流氓 杀奔地方夺取政权 也就是说 各个联邦实权 早就在纳粹的控制之下 这个时候出台一部国家重建法 就让这一切听起来 看起来名正言顺而已 至此 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 全德国就成了希特勒 支手遮天的一个中央极权国家 夺取了地方政权之后呢 这希特勒的位子就越来越稳固了 那么现在 他只要进一步稳固自己的权力 在希特勒当年的构想当中 纳粹不仅要摧毁共产党 也要摧毁那些大资本家 比如说国内的工业巨头 发达的军火商等等 不过我们之前说过 希特勒的那套说辞是拿来骗谁的呢 骗人民群众的 等他真上台以后 很快就选择了和这些大资本家的合作 希特勒很清楚要巩固自己的政权 要挽救德国的经济 你就得跟这些大资本家合作 这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频频向这些资本家示好 处处讨他的欢心 你看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他就有这点基本素质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他怎么忽悠老百姓的呢 说你看现在你们 饭饭吃不上 粥粥喝不上 那些大老板一个个 花天酒地 挠满肠肥的 这才叫猪门九肉臭 路有洞思谷 如果我上台 你们支持我 跟着我大哥我干 我上台之后 我把那帮资本家全都给弄死 把他们银行存款拿出来 咱哥几个分吧分吧 咱们至少能过上吃饱饭的日子 你看人民当然支持他 等他真上台了以后 他得搞活经济 谁能搞活经济 光靠这帮老百姓 根本搞不活 他手里能挤个钱 他能调动多少资源 这帮资本家有这个实力 所以希特勒上台前上台后 完全是两个嘴脸 所以一开始 这些资本家还担心 说听说没有 希特勒上台了 我得满 咱们是不是得移民了 他一上台打土豪分田地 有咱哥几个好吗 要说咱移民上哪 上美国 上英国 还是上中国去 据说中国地大物博也不错 咱上那去吧 因为之前希特勒的言论 让这些资本家颇感害怕 但是呢 现在希特勒说自己 其实特别讨厌工人运动 他跟这帮资本家说 大哥啊 你不要听我以前的 以前呢 我是使些烟泡鬼吹灯 政治这东西 你还不明白吗 实际上 我是向着咱资本主义的 我向着咱们哥们 咱们哥们 镖子一块干 哎 有钱大家挣 这叫双赢的妈妈 你放心 什么罢工啊 什么共产党的余孽 我统统给他弄过去 只要咱们哥们有钱咯 那就好使 你们呢 帮着我搞活经济 我呢 帮着你们挣钱 你这不是双赢吗 何乐而不为呢 哎呀妈 这帮资本家一看 呵好家伙 原来这希特勒上台之后 不是要找我们 求货算账 哎 来个算总账 打土豪分田地 不是 原来他想搞活经济 那这是咱们哥们 拿手好戏啊 那支持希特勒 给他干 咱们把经济搞得好好的 搞定资本家之后 希特勒脸一变 跑去找工人运动领袖 他说你们呢 是代表工人阶级的 我呢 就是向往工人阶级的解放的 你放心 政府一定会给工人们争取更多的利益 咱们一块吃大户 大土豪分田地 就在会面的当天晚上 他不是把工人领袖全都召集来了之后吗 希特勒下令冲锋队 马上抓人 第二天冲锋队满街抓人 这帮工人领袖可倒了没了 通通关进集中营 希特勒这种做法啊 有人看不下去了 谁呢 他手下冲锋队的头子 也可以说是大流氓 叫罗姆 这罗姆啊 当时是纳粹党内社会主义派系 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罗姆一开始就抗拒资本主义 他就想 你把那些主要的工业企业都国有化 扩大工人的控制权 没收贵族的这个田产地契 然后再平均分配 你看 他有点社会主义倾向 有点社会主义这觉悟 比如说工业的国有化 扩大工人的这个控制权呢 打土豪分田地啊 社会平等啊 等等 所以呢 罗姆及其手下的冲锋队 一直号召要搞一次彻底的革命 把这些资本家一网打尽 他就找希特勒 他说大哥 我跟你说 流氓也应该收点信用 你上台之前 你跟那些工人哥们怎么说的 没有这帮工人哥们 你能上来去台吗 换句话说 你看咱冲锋队里边 有多少全是出苦大力出身 全都是工人阶级 都是无产阶级 你现在不向着哥几个说话 你跑去资本家那边 又点头又哈腰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流氓 你也当一个有诚信的流氓 流氓这个行业 他也是有行业尊严的 你这样太无街道 无下线了 你这让我们流氓 都看不下去了 当当当当当 一顿数了 这个时候啊 希特勒对罗姆 就已经动了杀心了 可是希特勒回过头来又一想 这罗姆啊 是跟我一起打天下的 你说我就这么把它弄了 好像好说不好听啊 不那么一句话吗 贫贱之交不可忘 遭康之期不下堂 这罗姆一开始就追随希特勒 给他当打手 这老哥俩一起打过架 一起蹲过牢 他手下的冲锋队 也是纳粹到处行凶最主要的工具 到了1934年 冲锋队已经扩大到300多万人 是德国军队数量的30倍啊 这冲锋队啊 把罗姆的流氓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 平时里嚣张跋扈啊 包括德国的民众 甚至外国使节对他们极度不满啊 而罗姆呢 自认为鞠躬之尾 目中无人 很多纳粹元老他也不放在眼里 实际上啊 罗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二 不是因为他没素质 是因为他有私心 他一直希望冲锋队能往上再调一个 取代军队 到那时候 我罗姆就官一下子 我也扛上一个上将的军军衔 我是这军队的元老 那就了不得了 不是像现在 就是个组织 还是个流氓组织的小头目 你说是山代王好 还是正规军的总自令好 这罗姆这点仗他会算 所以那罗姆呢 平时就很高傲 四处散播言论 就说部队下那帮老废物 他什么都不会 他能打仗吗 早晚有一天得改朝换代 早晚有一天得更新换代 咱们升级一个德军2.0版 可是你别忘了 你罗姆有罗姆的自信 希特勒有希特勒自己的一本账 各位你别忘了 前文书我给各位讲过 希特勒上台是靠着部队支持他 而且希特勒要想巩固政权 称霸欧洲 必须扩大军队的势力 罗姆的所作所为 已经让军队很不满 不满的很 所以军队的代表和总统 星登堡元帅一起找希特勒谈 说老希你手底下是不是有一个姓罗的 你能不能让那小消停点 天天跟个疯狗似的 逮谁咬谁 逮谁咬谁 他算个紧啊 指挥打仗 他上过战场吗 说论真刀真枪 他挨过枪挨过刀吗 天天像个流氓似的 到处跑 他哪有点样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不让他消停 我们有办法让他消停 到时候你别说当大哥的不给你面子 你看希特勒陷在两难之中 受了甲板气了 一边是军队 一边是罗姆他老哥们 希特勒有点为难 毕竟罗姆啊 按照现在话说 跟他供过患难 一起下过枪 一起扛过枪 一起翻过脏 一起瓢个藏 这也是非常牢固的 这个战斗中结下的友谊关系吧 可是你别忘那句话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啊 旁边什么哥佩尔 哥林呢 再加上星登堡 部队的将领啊 什么的 一个劲劝 这罗姆留不得呀 日后必成大患 哎呀 希哥呀 你再留着他 那叫养虎为患 你知不知道 这帮人为什么也跟着劝呢 罗姆死了 罗姆手里边的权力 就得给他们哥几个分分 谁都有好处 一次不行 两次不行 劝多了还不行吗 希特勒就活奔心眼了 1934年6月30号 清洗活动开始 党卫军 盖世泰保 到处抓人 四处杀人 一时之间 人心惶惶啊 除了罗姆之外 一些和希特勒 有着长期矛盾的政敌 也在清算之列 包括之前的那总统 施莱切尔 夫妻二人 双双被盖世泰保 杀害在家中 当初啤酒馆政变的时候 巴伐利亚三巨头之一的卡尔 曾经面对希特勒的枪口 无动于衷 面不改色的人 被盖世泰保 你不怕枪吗 盖世泰保说 我换个武器 拿锄头活活给砸死 这一天被称为长刀之夜 那位说 罗姆也被杀了吗 你别着急 罗姆啊 被关进了慕尼黑监狱 毕竟希特勒 跟他是哥们一场啊 那还是有感情的 要不要杀他 希特勒很纠结 但是很快 希特勒觉得 还是杀得好啊 留着他 毕竟是个祸害 你罗姆人缘太刺了 你帮老哥四处得罪人 我留着你 他就是个祸害 就这样 这两个人 曾经一起坐过牢 吃过苦 供过患难的朋友 就此要分道扬镳 那一天 希特勒 拎着点花生米 拎着点烤猪蹄 拎着两串烤串 拎着两瓶啤酒 进了罗姆的牢房 两个人促膝长谈 谈了很久 谈什么了呢 我没在旁边 没听着 反正啊 临走的时候 希特勒给罗姆 留下一把手枪 说句实在话 朋友坐到这会儿 也算是人至义尽了 说我不亲自下手 老哥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自己解决吧 不是我要杀你啊 是你自己作死啊 可是罗姆这会儿啊 浑劲上来了 他根本就没打算自杀呀 他拎着把手枪 站在牢房里高喊 希特勒想杀我 你让他自己来 你别给我留把手枪 这是什么意思啊 让我自杀 我对你有什么愧 我这么些年南征北战 东挡西杀 我就是块麻布呗 哪脏了我去擦一下 用完了之后把我扔一边 我就是个尿壶呗 想尿尿的时候想起来了我了 不想尿了 你方便完了把我扔了 嫌我臭了 哎呀 我算看出来了 你这是念完经打和尚 过河就拆桥 谢莫就杀驴呀 你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人吗 他如果问心无愧 你把他叫来 我当着他面 让他开枪打死我 他浑劲就犯上来聊 后来干脆把衣服脱了 赤膊上阵 在牢房里一通骂呀 守牢房的这些人 可不信那个邪呀 希特勒心软 我们可守黑 从窗口伸出去几把枪 当当当几枪 就把罗姆打成了筛子 结束了他呢 惹是生非而又暴力了一生啊 罗姆死后 老总统新登堡元帅非常高兴 给希特勒发去贺电 军队也欢欣鼓舞 哎呀 希特勒这哥们真好 为了我们呢 把他那老哥们都给除掉了 看来这大哥值得跟 这大哥值得骄 以后我们还支持你 可是啊 高兴归高兴 老总统新登堡元帅 没高兴多久 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左右 87岁的新登堡元帅 驾鹤归西 这下 希特勒可高兴坏了 在新登堡元帅的葬礼上 希特勒差点乐出声了呀 老家伙 你可走了 我上边再也没人了 哈 假这些年 我在你跟前这孙子可装够了 你没事跟唐僧似的 在我耳边唐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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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我们下回接着说